干嘛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 今天来赶海了 刚到沙滩这边 你看前面一些海鲜 还不少呢 咱们先去把它捡起来 都很漂亮 你看都是这种胖大鲜 好多小朋友都喜欢的这种海鲜 有大有小的 春天了这种漂亮的海鲜 海鲜都比较多了 沙滩上沃沙的真不少 感觉海鲜也会喜欢这种比较暖和的天气吧 大约在10度左右的 看这只好胖 胖的脚都没有了 拍打鲜 收了啊 回家摄上标本 特别的漂亮 这种没什么肉也没法吃 好漂亮的 就是颜值比较高 中看不中吃 还是上手吧 上手比较快 又一只 收了啊 哇这个不大 伸开他的五只大脚了 这只 好漂亮 这只 收了啊 这边底下好多这种管道呀 咱们看看这些管道底下里面有货吧 你看 这里好浑啊 这里好浑啊 哦 这里面爬了一只大龙虾 看来来来 看来往里爬 哎哎哎 哥们上哪 回来 出来 哎哎哎哎哎 干嘛啊 这只还挺凶 你上哪去 出来 我新鲜鲜带着挺凶 哎哎哎 这只还挺凶 还想跟我过两周 过来来 干什么 不服是不是 这哥们不服 摁住它 看 哇 这只好凶啊 别甩了别甩了 啊 甩了一年水 来来来 先放桶里面 哇 是不是里面还有你的伙伴 不会还有啊 就这一只 就这一只 来 你看这里有货 哇 这边这边 这边又一个 看看看 这只往后退 哎哎哎 你出来 这只好凶 哎哎哎哎 那这大龙虾怎么那么厉害 往后弹了 出来出来 哎哎哎 出来 油油油 别别别 别弹了 哇 这这这太能踏了 你想干嘛 你踩到我一年的水 一点的海水 来 离得远一点 要不然踩到我手机上也是水 都拍不清楚了 哎 老实了 说了 养只啊 养只大龙虾 这下过瘾了啊 说了 前面还有一个 看到这种大桶就兴奋了 总感觉有货等着我 走 咱们上里面看一个 这边一条大鱼 哎呦 哎呦 还火吗 还火吗 还要油吗 看那鱼鳍还在动一下刚刚 要死不活的那种状态现在是 看 鱼鳍啊还在动 能油 但是它已经 不大有生命力了 这个扁面的鱼 它这个 脑子在这一块吧 可能也不大精神 不大聪明 你看你看 身上还在晃 个头倒是很大哦 个子大 但是它不大聪明 来 收了 这种被冒犯的感觉 哈 这种被冒犯的感觉 收了啊 这边走过来看到一个沙包 下面肯定是有画的啊 这凭我多年的经验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冒眼罗沙包了 哒 出来 我已经试到它的肉了 看 哇 正的是 再来晚了沙包都没有了 噔噔 白白的大肉 哇 这捏一把太过瘾了 收了 上回一只猫眼罗 太可爱了 收了 石块底下 咱们也翻起来看看 有货吧 哦 花点花鱼 哇 哎呀哎呀 叫水流冲走了 回来 这边上面还有一只 这是两只哎 哇 这前面是个排水口 这水流太急了 来吧 上货 两只 好找一个啊 短腿 来来来洗我的手了 洗我的手了 哎 下来 这边那个石块上 我看是有鲑鱼啊 看 哇呦 这是一顿哎 一弄上水这个猪还伸缩着 呦 看看看 两只 咦 这边这边 这边这个脚上也有一只 哇 三只鲑鱼 上货了 怎么样 特别的肥美哦 咱给它收了 带着哦 看来今天收获这个大鱼啊 在这里摇摇欲坠的 感觉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太辛苦了哦 还收了两只大东西啊 这今天的收获 太猛了啊 我今天得回家了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